我相信婚後夫妻 真的各有各的累 各有各的忙 但有時候 這個老公跟小孩 不知道 就天生的 要來加碼 加碼捐出去 他們就疲累給媽媽們來負擔 我老婆有些閨蜜就這樣 每天上班 上班回到家 然後還要做家事 然後就覺得好累 所以她有一天就在牆壁貼了一張紙 寫說 家事人人要做 沒錯 是不是 大家一起幫忙 要 後來她兒子回來 她兒子就加了一筆 叫做 家事 大人要做 很久了 後來她老公也回來了 然後就看到人家也加了一筆 就變成家事 夫人要做 不覺得很好玩 在家裡這樣子圈圈紮叉的 媽媽沒有 辛苦 真的辛苦 所以觀眾朋友 到底是人親們容易身心俱疲呢 還是人夫們心累才有苦難言 怎麼可能 我們也很累 沒有 真的很累 你們累是不知道在打電動累 我們用了很多體力 歡迎收看今晚拍戰吧 首先歡迎人區代表 大家好 我這邊是人夫代表 其實不管是人妻或人夫 在婚後一定都是有很多新類的時刻 是綜藝大神 韓國綜藝大神劉在席 就曾經在節目中提到 就是說小孩沒看到媽媽都會問 媽媽去哪了 對啊 對不對 唯一會問爸爸的問題也就是說 爸爸 你有看到媽媽嗎 對啊 可是媽媽很累的時候 通常就是會想要躲起來休息 對 最好也是在廁所 都沒有人找到我這樣子 真的 廁所 對 那這時候就是希望說 先生是不是可以幫忙顧一下小孩 不要一直讓小孩想要找 媽媽在哪裡 這次一下怎麼可能有那麼好的事呢 小明也知道 於是乎這奇葩的老公 就在這時候就跟孩子說 來 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我們一起來找媽媽在哪裡 好可怕啊 真的 可不可以留下我 所以一開始要問一下大家 人妻婚後的身心俱疲 都是因為人夫這個雷隊友造成的嗎 請舉牌 沒有啦 肯定是 肯定是 對 或是都要攤下來就說 沒辦法小孩就是要找你 對啊 這也很好玩 我們就一起找媽媽看 你到底在哪裡 好玩的點在哪 就很好玩啊 對啊 火蜜場啊 看媽媽可以躲在哪裡 找不到媽媽 就是媽媽躲起來要休息了 那你應該就有個默契的說 我們先讓媽媽休息一下 我們來玩別的 可是那是孩子要找媽媽的慾望 我們要讓孩子的慾望得到學洩 否則他以後會焦慮 焦慮以後長大就走歪路 人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慾望 太嚴重了 不是這樣 人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慾望 現在我小孩已經大概 已經都十九歲了 二十幾歲了 也是常常啊 要找媽媽 對啊 回去 媽媽咧 媽媽咧 要不然媽媽 媽媽 我那東西在哪裡 媽媽 都是媽媽 那你說這些怎麼造成的 因為問爸爸 爸爸不會知道啊 爸爸都會說去問媽媽啊 對 因為爸爸都在外面忙嘛 好啦 好啦 那我們調查一下 網友婚後有哪一些時刻 特別新的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又雲 聽說這個調查 長達了這個好像幾千頁之多 真難講對不對 對啊 因為很多人妻要抱怨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又雲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雖然是我們常常提到的就是說 人氣有很多心累時刻 不過你知道嗎 現在人夫居然也心累了起來 很多人都認為說 在家中媽媽的壓力會更大 不過人力銀行 就在近年做一個統計 說其實職場爸爸的壓力指數呢 調查結果有34.3%的職場父親 感覺到壓力很大 而且吃不消 甚至是處在身心壓力的崩潰邊緣 平均的疲憊指數還高達了78.1分 創三年來的新高 那也不曉得人氣這邊作何感想啦 顯示說這些工作家庭 兩同忙的爸爸他們呢 其實還是有很多 難以說出口的壓力啦 根據今晚看法 官方粉絲團還有網路社團 靠北婚姻這團討論區 到底婚後 最讓你心累的時刻有哪些 除了人妻之外 我們也做一些人夫的統計 不用嘛 人夫 平衡吧 平衡吧 其實他也一分了 人夫不需要看啦 不就是沒辦法打電動 這一種國際拉大 不解不解 應該要蓋一下 要平衡一下吧 好 首先我們現在看到呢 就是人夫這邊的第四名 就是老婆剁手 賣不停卻用念不得 這在百分之13.5 重不重 有沒有重 一定還好 我還好 好 那接著呢 來看一下了 人妻的部分是什麼呢 一樣是第四名 就是打理全家吃穿用肚 還怪你太敗家 這在百分之15.5 中不中 中班了 太有道理了 好啦 同樣都是第四名 同樣跟金錢觀有關 但是人夫人妻真的是大有不投 我昨天在FB還看到一個梗圖 他就說何為老公 就是你每個月給老婆一千塊 然後老婆還要買家裡的用的 然後買帶來菜 打掃家裡的所有的 就是這種打理全家那種 然後他覺得 然後他覺得你還有剩八百塊 這就是我們當兵學長學弟 就是這樣子有沒有 給一百塊要去買檳榔 要買飲料 買煙 還要找五十塊回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男生都會這樣 要求老婆很正常 因為要以身作則嘛 你們下次可不可以一千塊自己買 如果OK 人氣一定跟進 對啊 這要問我 一千塊 你真的買不了什麼東西 還要找八百 重點不是在於一千塊 他的理論是這樣子 他覺得說給你一千塊 你應該只會用兩百塊吧 你那麼人氣應該就是要 玩家裡的財務打掃 可以啊 去買一些泡麵回來 然後一些韭菜 豆芽菜 可以喔 拿一些蛋 人氣這樣子買的時候 你們不要嫌喔 說怎麼又吃泡麵 小孩吃泡麵怎麼長得大 不會 小孩吃泡麵 其實會 OK喔 你看我小孩都是吃泡麵長大的 一百八十幾 我意思是說 你要給人家這個條件 就不要嫌後果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女生真的真的重 男生你看 你的隊友都沒有要支援你的 我跟你講 很常說夫妻之間就是 談錢傷感情 就是如果是夫妻觀 夫妻的價值觀 金錢觀不合 其實是滿難走下去 對 我老婆跟我金錢 不是跟我 是她的金錢觀 我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她那時候 還在當空服員的時候 她很重的行李回家 說幫我 幫我 要幫她扛嗎 還真的很重 然後打開一看 兩瓶很大的水 這奇怪 兩瓶的 為什麼你帶兩瓶大水 她是坐船是不是 壓艙的 這講到這什麼水 滲水嗎 什麼東西 空服員 這飛機上不是故意帶水嗎 對 她就說 這個公司拿的那個水 就是省一點錢 我想說 這個我去樓下便利商店 買兩個還打著49塊而已 你為什麼要省49塊 你每天拎 拎那麼重的東西回來 因為你就是給她1000塊 應該要再賺到800塊了 省檢池家其實還不錯這樣 但是我覺得她每次跟我 就是complaint說 她手很刷很累什麼 你既然這麼累 你為什麼還要去做這種 49塊的事 我下去買一下就好 我自己令就好了對不對 除了這個還有就是那個 她有時候回娘家 帶著大包小包 然後那時候我在拍戲 我沒空 她自己回去嘛 她就堅持把行李拉上公車 然後再到台北車站搭高鐵 我覺得奇怪 從我家到那個高鐵站 你搭個小黃200塊嘛 你又不是每天搭 你為什麼要省那筆錢 如果她弄到自己受傷的話 那更不值得 得不償 對 她如果沒有跟我抱怨說 很累很重 你自己扛得動 你你有力氣的話 我覺得都OK 問題是她做了這些事情 一直跟我說 你都沒有在場幫忙 我都很累 讓我自己一個人回娘家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那就買一台車給她 對啊 買一台... 這個就不行了 不行 買一台車有點太... 有點太貴了 對... 那還有一點更奇怪 就有一次 有一天我回家 然後打開 煙霧瀰漫 糟糕 是什麼事情 然後打開廁所 看到有燒進了一些灰這樣子 就這樣說 糟糕我給她壓力太大了 已經想到... 已經想到... 很緊張 然後就開門 進房間要躺在床上這樣子 就這樣 老婆你幹嘛 為什麼都是煙 不是 我剛剛在幫我那個礦石 要淨化 什麼東西 什麼礦石 淨化什麼 寶可夢嗎 要淨化 不是 不是 她說要淨化 就是把它弄乾淨 然後什麼礦石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走過去看 什麼時候我們房間 有一個好像小神壇一樣 然後一些木 一些原木 在當作那個基底 然後上面放一些 這樣這些礦石 我想 這些石頭是什麼東西 噓 他們不是石頭 他們是礦 棒燈棒燈 對 那礦石 還有 他們說好的嗎 我想說這些礦石 什麼東西 什麼時候買的 那多少錢 這個800 這個600 怎麼這些石頭 這些礦石怎麼那麼貴 860 因為我是外行人 我就沒有了解 我就覺得說這些東西 隨便那些商家開發 某某什麼大師開過 光要兩萬年還是照付 對 我就覺得說 他此時是不是被騙 難怪他前幾天 一直都在看直播 看講礦石直播 我覺得他整個一身陷進去了 然後想說老婆 你真的 他加一了 對 你會嗎 他加一的他老婆 有沒有可能被騙 然後我一講完之後 我嚇到 他馬上哭 他哭 他說為什麼 連你都不相信我 媽媽也不相信 連你都這樣講 而且奇怪 我只擔心你被騙 因為我的既定概念是 這種東西 它沒有一個特定的價錢 後來我就想說 我站在他的那個 那邊想 想說 好 可能是因為我不瞭解 我就陪他一起去了解 就慢慢 然後有一次我還就是 陪他就是騎車 到那個礦石店 去看一下究竟 然後還不錯 還有我還可以分辨出玻璃做的 跟真正的 然後價錢是多少 對啊 你自己手上就帶而已 我就只要不要買太多 自己就自己看著 看著我想說 我先試試 我也試試看 買一個 看有沒有用 但是我有好心 有啊 你就把這個 接著這個通告 你看多想 真的 真的 對啊 我覺得好 這通告很難耶 加坡區什麼 大富貴 對啦 對 日前燒 我不是覺得說煙霧比茫 我怕小孩聞到會不好 結果他又找到一個方法 就這個 哇 這很特別 這在礦石上面這樣子 怎麼樣 這樣很精快的一種 威嘎 威嘎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對 這一次耳朵還沒溶 好清脆喔 這一次耳朵真的還沒溶掉 真的 這就是在側 發現很有趣 這聲音聽得好躁鬱喔 他也有回音 醫生會在你的後面 對啊 這陰腸 陰腸 陰腸 這個是幹嘛的嗎 這是在哪邊 對 這個 死去 他還沒溶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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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也是進化礦石的一種 敲一敲 讓他回歸 他那個職場這樣子 那我剛剛這樣亂敲 會不會對他很不敬 有一點 就跟他聊一下 他說 對不起對不對 羅哥不是故意的 等一下 他不是故意的 我會不會以為這話是他要抱怨 但他現在贊成了 他很優秀 所以他到底在討論什麼 對啊 不是 我因為這樣子做 才避免他繼續買下去 你現在認同了他就會開始 他就會改天他出國 看到一個什麼 這個這麼大 然後人家玩棒 我要幫我老公 接更多的喝 對 打開再也不是兩瓶水 不用 我就賺小錢 不用到那麼大的錢 對 我跟我老公 他是金錢觀很合 就是我們兩個對於喜歡 東西就是會買 只有金錢觀合而已 很合 算是三合 什麼都合 但是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是屬於活在當下的 就是譬如說我喜歡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買會心很 會很阿渣阿渣 他也是那種 所以他自己會有收集一些 什麼打火機 瑞士刀 他也不抽烟 他也收集打火機 然後他也不用刀 他就收集瑞士刀 我們花的錢 就是花在我們喜歡的東西上 我覺得很OK 我不干涉他 他也不要干涉 我之前買了新的家 我想說要裝飾我們的家 就是我們家的一個轉角處 你們看 我買了一個這個夜燈 是不是很像一個藝廊 很不錯耶 很美對不對 然後朋友掛了我們的結婚罩 你為什麼結婚罩不掛上去 對啊 因為我老公說 牆壁上不要錠錠子不好看 所以就先放那邊 這樣子這個燈 放在這個位置 好像這個角落會打亮我們這個 我們的結婚罩 會提醒我們自己是 已婚人士這樣子 他有很多詩意 你會需要結婚罩 對 因為我們是放在門口 就是放在我們臥室的門口 因為我想說放那個燈 就是有點像比如說皇帝有沒有 他有時候上去就翻牌的概念 就是如果他今天點了這盞燈 就要表示我們今天要辦了什麼事這樣 你懂吧 而且比如說點這盞燈 就表示我今天有氛圍了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事 那你老公覺得很棒嗎 我老公說不行 你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根本沒有用處 因為我按那個燈以後 我們要進去房間 房間門那個要打開燈 然後你要再出來關這個燈 他會覺得很麻煩 說你點這個燈 因為他不好意思開 他是處女座的 如果晚上要做什麼事情 他會不好意思開口 如果是你點這個燈 就代表說我今天會有什麼洗漿 那你就在你門口外面裝個小紅燈泡 因為以前... 你點到頂層 就這樣嘛 沒有 沒有 大紅燈籠 高高掛有沒有 這個燈是我花兩萬塊買的 就覺得這個 很有風味耶 是一個設計師做的燈 我熟了這個 就是我覺得這個燈是會... IKEA也都是設計師做的啊 不一樣就比較貴 就是你會覺得放在這邊 這個角落打亮 因為我老公不知道這個燈這麼貴 所以我一直希望這個燈可以有用處 那一天他點亮了我又很開心 我想說今天要做什麼事情呢 結果沒多久 我到房間以後 他臉很臭 我說你怎麼樣 他說我覺得你那個燈真的很厭 就是他為了開這個燈對不對 他回房間不是燈也打開了嗎 可是他又要出來 要把這個燈關掉 他踢到衣� 他腳衝起來 他覺得我害他就是腳衝起來 那你為什麼不把燈搬進去房間算了 對啊 因為我們房間也有其他的燈飾品 因為我是很注重那個燈的效果 就是這個角落這個燈 那個角...他們不能打架 就每個不同的角落 跟礦石差不多一樣 對 因為我很重 廁所也有廁所那種礦石的進化燈 好了 我覺得你這趴夠了 你如果要幹嘛 其實不一定要點燈啊 還有其他 我有一個朋友 他老婆有幫他買一條白色內褲 如果他老公那一天洗完澡 出來穿白色 他就... 就開始知道了 對 一個暗示啦 暗示啦 所以我改換白內褲燈都可以丟掉 然後把燈丟掉 對啊 兩萬塊耶 還是那個燈有沒有 有沒有哪個觀眾要賣給他 你在上網就賣 球運燈... 對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北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戰 新時態互動是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